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将在4月份在新北市举行 在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 教育局介绍四位卓越的运动选手代言人 四位新北市运动好手分别擅长 游泳 撑杆跳高 跆拳道及射箭 象征更快 更高 更强 更准的运动精神与目标 在3号的记者会上由南墙工商热舞社的 青春热舞表演展开序幕 副市长和友宜率领与会贵宾以及四位代言人 一同在台上加油打气 期许大家都能获得家机 4月20号到25号 就是我们全中运的正式登场 有15项的竞赛项目 这个竞争一定非常激烈 也是我们所有的学生们 最因因期盼最重要的一个竞赛的动力 所以今天我们的记者会 除了谢谢大家来参加以外 最重要我们要把我们的精神展现出来 所以为了要展现我们的真精神 今天看着我们穿的服装是 我们都是年轻人 我们都年轻人 对了 我们都年轻人 另外教育局也在记者会上 介绍四位卓越的运动选手代言人 四位新北市运动好手 分别擅长游泳 乘杆跳高 跆拳道以及射箭 前中运要开始了吗 你有没有信心 今年再突破全国的记录 准备再一次再突破进步几秒 再进步几秒 尽力就好 我本身对田径就很有兴趣 当然努力跟坚持 是我挑更高的诀窍 在整个赛事 希望能够非常顺利 让全国的这些 学生们到新北市来 能够兵自如归 能够创造更好的家机 我在这里有深深的期待 副市长表示 他们都期盼所有选手 也能怀抱同样的决心 实现梦想 同时号召全国民众 来为各县市的选手们加油 接下来分享副市长报道